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八月三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先来带您看到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昨天晚间十点四十四分率团抵台 我方是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接机 包括松山机场周围还有裴洛西下榻的饭店 昨天晚间都挤满了抗议和支持的群众 陶机公司昨天则是收到了恐吓信 扬言将在机场放置暴猎物 警方追查后发现恐吓信是来自境外的IP 而佩洛西访台形成满党 除了拜会立法院以及会晤总统蔡英文之外 下午也将到景美人群园区参访 预计下午五点离台 黑夜中的光点越来越大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所搭乘的C40C军机 二号晚间十点四十四分降落松山机场 八十二岁的佩洛西一身粉红色套装下机 精神看起来不错 我方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接机 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孙小雅也到场迎接 魁威二十五年再度由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来台 不少民众牢走守候在机场周遭等待历史性的一刻 专车由松脂部大门驶出前往下榻饭店 一路都有优势尽力为安 饭店里外有抗议的同促党白狼张安乐等人 声称和朋友来喝咖啡 也有欢迎佩洛西的台湾激进台独联盟等团体 佩洛西抵台之后也随即在推特上发声明表示 这一次访问代表美国坚定不移致力于支持台湾 充满活力的民主 而总统府及外交部都表示诚挚欢迎 这次佩洛西议长她首度访问亚洲就将台湾纳入行程 也充分展现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高度重视 也再次彰显美国对台湾坚弱盘石的坚定支持 佩洛西是继一九九七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金瑞契后 二十五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政要 本日行程也相当紧凑 包括一早在饭店内视讯会议 早上九点拜会立法院 十点会晤总统蔡英文 十一点召开访台记者会 十二点台北宾馆午宴 下午两点参观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并预计在下午五点离台 记者薛一家谢正宁朱峰之无奇称 综合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抵台 中国外交部等多个单位发声明表示 佩洛西这个举动已经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昨晚中共解放军宣布加码军演 美国方面雷根号等四美舰部署台湾的东部海域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抵达台湾之后 中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中国国防部 中国全国人大等 均发出类似声明 民进党当局斜扬自重 勾连外部势力作乱 执意邀佩访台 其行径是非常危险的 势必引发严重后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戒备 将展开一系列针对性军事行动予以反制 中共解放军在二号晚间十一点整宣布 从四号到七号 在台湾周边六点海域和空域进行军事演训行动 并组织实弹射击 从画面来看几乎包围台湾 其中东北方区域离新北市共辽仅约十八公里 西南方区域距离屏东肯定约十六公里 这段期间船只和飞行器不准进入 形同封锁台湾三天 早在佩洛西访台前 中国已经宣布一连串军演 包括二号凌晨起 渤海和南海实弹训练 新华社在台湾海峡的大型海上巡逻舰 海巡零六已于二号进入福建省南部 海域执行巡航任务 持续七天 美国方面包括航空母舰在内 四艘美国军舰目前正在台湾东部海域 展开美国海军所谓的 例行性部署 路透社报道 一位美国海军军官表示 尼米兹及核子动力航空母舰雷根号 已经穿越南海 目前正在台湾以东 菲律宾以东 日本以南的菲律宾海海域部署 安提坦号飞弹巡洋舰 西津四号驱逐舰一起作业 他们能对任何情况做出反应 另外 黎波里号两棲突击舰也在附近海域 公事新闻黄允玲编译 针对解放军宣布四号起 将在台湾周边海域 进行三天的实弹演习 对此我国防部回应 这凸显中国以武力解决分歧 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心态 已经严密掌握监控 加强戒备 另外昨天国军也强化战备 除了调派幻象战机挂弹 进驻台东制航基地 加异基地F16V战机 也挂实弹升空 除了武力动客 总统府和外交部的网站 也都传出遭到境外IP攻击 幻象战机在新竹机场上空 做正常飞行训练 因应美国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率领众议员访问团 在二号晚间抵台 有十架幻象2000挂弹 进驻台东制航基地 海空部队都加强戒备 国防部虽然强调 没有提升战备等级 不过从二号上午八点 到四号中午十二点 强化战备 国军运用联合勤奸针手段 可以充分地掌握台海周边 海空域动态 并以料敌从宽 欲敌从严的态度 缜密整备各项计划 按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依敌情威胁 派遣适切的兵力应处 中国再度派出军机 侵扰我西南空域 不过国防部澄清 外传中共苏35型战机 穿越台湾海峡传闻 并非事实 就在佩洛西抵台前夕 总统府官网 从傍晚五点多开始 遭到境外低DOS攻击 官网一度无法显示 我国政府英文入口网 战及外交部官网 也遭到蓄意瘫痪网站 经处之后 都已恢复正常运作 此外根据日本防卫省 公开资讯 中国南京号飞弹驱逐舰 安阳号飞弹护卫舰 和一艘弦号25的测量舰 往我国东方海域航行 目前动态都在 我方监控掌握当中 不过美军也有所动作 航空母舰雷根号战斗群 从菲律宾海北上 虽然美中台三方 都有动作表达立场 不过各方大多认为 引发战事的几率不大 各界都认为 培洛西离台之后 区域态势还会持续升温 后续演变 与美中如何角力 还有待观察 台湾股汇昨天受到了 培洛西访台 台海紧张消息的影响 上演了双杀戏码 台股盘终于度大跌超过300点 最后下跌234点作收 新台币兑美元汇率 昨天直接以30元 整数关卡开出 在央行紧盯之下 最后拉尾盘 中场是收在29.996元 兑1美元 消贬了1.6分 创下26个月以来 收盘的新低价 台北股十二号开盘 以大跌120.75点开出后 盘面上一片绿油油 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00点 跌破14700点关卡 尾盘叠势稍作收敛 中场下跌234.46点 收在14747.23点 对照台股今天跌到两个percent 我觉得唯一大家能够联想到的就是因为 裴洛西要来台湾 台海之间那个政治上的议题 大家比较担心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今天是不会双跌 代表应该今天外资有去卖台股 在台海紧张气氛增温的恐慌情绪下 台股卖压出龙 包括电子全职股 航运航空等类股都呈现下错的格局 而护国神山台积电则是跳空开低 直接灌破五日与十日线 失守五百元大关 也拖累台股跌幅欲两趴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接受外媒专访时直言 台海战争将打乱全球现有的秩序 没有人能透过武力控制台积电 唯有及时连接外在世界 才得以维持营运 在会设的部分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直接以三十元开出 草盘最低来到三十点零六二元 贬值八点二分 不过在央行紧盯下 新台币最后拉尾盘 中场收在二十九点九九六元 对一美元小贬一点六分 创二十六个月以来收盘新低价 今天主要的影响 还是在整体的台股走势比较弱势 那主要原因还是在整体的 德洛西确定有要来台湾 做一个访台的举措 所以在整体的股贵式的表现上面 就会呈现比较大的波动 外合分析师表示 现阶段美元相对强势 新台币贬值力道 扩大是必然的状况 而且近期台股表现较弱势 将导致整体台币走势 持续维持在三十元以上 下半年台币要看到二字头的 几率就会比较低 记者为张国良特别发导 今年的天气继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 各地容易会有短延时长藏雨 由于环境风场是东南风到偏南风 迎风面的南台湾藏雨明显 整天时不时都会有震雨或是雷雨 并且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 其他地区午后降雨比较多 桃园以南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出门要请记得攜带雨具 在气温方面 白天各地高温大约是在二十九到三十三度 夜晚到清晨期间各地低温则是二十五到二十七度左右 相较先前的酷热 今天相对来说会舒适一些 明天随着低压带逐渐远离水气减少一点 气温也会再回升一些 不过中南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 还是会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 其他地区则是汗马祖则是多云稻晴 午后会有雷阵雨 中部以北地区还可能会有大雨发生 清晨在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阵阵雨的情形 而周五和周末太平洋高压增强 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稻晴高温炎热 东南部营封面偶尔会有零星阵雨 午后在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 还是要留意到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发生 而下周在南海到菲律宾的东方海面 可能会有热带系统发展增强为台风 并且往广东的方向移动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台湾东南部的天气 不过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要再持续观察它的变化 而天气看完继续来关心的就是欧洲热浪 使得高山冰融 现在阿尔卑斯山一些经典的进行路线提前封闭 就是怕冬雪快速融化 造成岩石掉落又砸到人的危险 而登山巷岛过去本来就因为疫情受到影响 深意 现在又关闭路线 更是雪上加霜 当亭岛跟冰箱差不多的岩石 从白朗峰的山坡滚下 而且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 原本计划前来的践行登山客 吓得打退堂鼓 欧洲近日在热浪冲击下 积雪和冰川也正以惊人速度融化 瑞士登山向导协会表示 已经针对阿尔卑斯山约十二个山峰 发出示警 恐怕有岩石从冰层掉落 一些最经典的阿尔卑斯山登山路线 如今被迫暂停开放 而这种情况往年是八月才关闭 如今却提早到六月底开始 而且七月持续发生 当地有两家游览公司 已于七月中旬暂停前往坐落 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交界处的 白朗峰经典攀登路线 另外也有登山向导建议游客 不要走意大利和瑞士 前往马特红山的经典路线 向导业者表示 过去两年大家业绩 受到疫情冲击 好不容易慢慢恢复 如今又遇到全球暖化 带来的冰融危机 法国南部位于白朗峰山路度假 胜地夏莫尼正值旅游旺季 想挑战高海拔 践行游客来到此地 无法攀登 感到失望 业者也大叹 生意难做 公事新闻 黃韵玲编译 一起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自由时报 核豆疫情在美国似乎有增温的趋势 加州 伊利诺州以及纽约州 陆续都宣布进入猴豆紧急状态 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有超过5800个人感染猴豆 联合报来关心的是 金管会再抓开发金 大股东估仲营 干预公司的决策 成为金管会开发 金控大股东干政的第二案 金管会昨天是对开发金 共开罚了2840万元 有6名董事以及总经理 遭到停职或者是降薪 金管会也建议 开发金应该向大股东和前高层求偿 中共时报继续来关心的是 国人遭到国外高薪打工民意 诱骗到柬埔寨工作 却被调扣护照 囚禁灵虐 而加入诈骗集团的事件频传 民政党立愿党团总周 邱晨远揭露 平均每个月有超过千人飞往柬埔寨 但是回国的不到百年 也就是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国人 不知去向 国人悟信高薪针 才到柬埔寨打工 结果沦为了诈骗集团奴工 公事记者访问到被诱骗的当事人 谈亲身的经历 如果表现不好 或是不愿意配合的话 就会遭到淋虐毒打 甚至被转眉 躲在床边右手上靠 被狠狠踹了好几下 没有招架之力 丁流声流出被害人放声尖叫 不乖乖配合 奠己淋虐成了家常便饭 这是在柬埔寨打工群组流出的影片 刚从当地被救回台的阿强 也还心有余悸 那时候就是会睡到被吓到 很怕自己可能哪里做不完 然后就突然从没有 电击棒电下去这样 看到一些当地的柬埔寨 然后把人压在地上 割器官 然后是直接枪毙 阿强话说得很重 因为悟性脸书高薪 真采广告 远赴他强工作 被逼着加入诈骗集团 不只钱没赚到 只要表现不好 就遭一阵毒打 另一名被害人天天 则在朋友介绍下 到了柬埔寨违法作诈期 河南有一桶海外淘金 沦为诈团奴工 甚至差点被转卖 国人被骗到柬埔寨工作 刑事局获报一百四十一起 只怕藏有数千名黑树 没被发现 因为求职诈骗无所不在 就连民众常用的求职网 也遭到利用 关键自柬埔寨 一排滑下去很多工作机会 就怕当中藏诈骗 人力银行除了下架 被点名的可疑海外公司 也不再接受海外 高风险地区的企业 来台刊登职缺 如果想找人到柬埔寨等地工作 只接受上市柜等企业 而劳动部为了加强求职 防骗只要有具体诈骗名单 也会提供给公司立救服机构 加以防范 民众应先查明该公司是否合法设立 尽管相关单位加强管理 脸书或是其他社群管道 怎么管制还是一大难题 毕竟诈骗防不胜防 警方老话一句 小心查证才不会让诈骗 趁虚而入 台铁企业工会昨天召开理事会 不满交通部对于公司化的薪酬福利 无法保证 所以决议启动九合一大选 罢工程序 同时继续推动中秋节 国庆日 九合一选举 集体休假不加班 以中秋节来说的话 可以开出的列车 预计会比五一劳动节还要少 五一劳动节 累火车替代火车出运场景 恐怕在中秋节连续假期再度上演 台铁企业工会在上午召开理事会 拍板继续推动中秋节 国庆日九合一选举 集体休假不加班 同时启动九合一大选日 罢工法定程序 周三将送劳动主管机关 劳资争议调解 调解不成就开始准备罢工投票 至于中秋节连续假期 工会直言出勤人数会比五一还要少 五月要不加班的部分是十一个人 公会不满交通部的增加营收 这样福利金自然就会增加的说法 认为要即刻调整薪资不到三万元的 营运人员待遇 交通部回应 周一和台铁局长杜威开过会议 此方认为劳资期间正在缩小当中 因此会再请交通部次长胡湘林 前往台铁企业工会拜会沟通 希望化解连续假期集体不加班的 输运危机 苏资商喊话 公司化会让台铁员工重返荣耀 认为交通部已经对台铁公司化之后的 薪资福利有规划 台铁公司化会照着时程一步一步走 让运作更有效率 记者学安林间台报道 国内新冠疫情缺步下滑 昨天新增了两万三千三百零二例本土个案 八十四例中重症三十一例死亡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有越来越多染疫康复者 保受后遗症成新冠所苦 国内新冠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二号新增两万三千三百零二例本土个案 八十四例中重症其中两例是 Miss C三十一例死亡 死亡个案中最年轻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男性 有糖尿病高血压 但没有规则的控制 因呼吸困难意识改变送急诊 经检查发现左侧脑内出血 并确诊新冠肺炎 经治疗仍因新冠以及颅内出血 并中枢神经衰竭死亡 七月二十八号 因为有出现脑压升高 脑水种恶化 以及血压下降等等这些急性的变化 所以当天就因为救治 无效而不幸过失 就在国内疫情逐步趋缓的同时 有越来越多的确诊者在康复后 饱受常新冠的影响 根据健保署的统计 新冠染疫康复门整共一百零八家 总计已经收案三千一百七十四人 其中年龄层以三十一到四十岁 以及四十一到五十岁居多 合计共占百分之四十五 至于近日出现B.A.5本土个案 有国内专家认为下周一八月八号 恐怕是B.A.5的疫情翻转点 装强表示目前社区的B.A.5还算少数 病例数也趋于稳定 病例数降幅不大的主因 就在人流增多 而且观察国际的情形 若到了低点 确实在B.A.5进入社区后 过几周就可能开始上升 记者为张国良特别报导 疫情影响 物价涨不停 连带冲击到弱势家庭的生计 社福团体根据资助的两千多位 弱势而少中调查发现 接近四成五需要倚靠外界的援助 尤其透过社工的陪读陪伴 可以协助这些孩子补强课业 并且建立他们的信心 所以社福团体也呼吁各界 支持陪读班的设立 送上一台消防车 艺人王靖鼓励阿玲 努力朝着消防员的路迈进 阿玲的父亲入狱 她从小由姑婆带大 疫情影响 姑婆靠着做代工的微薄收入 养育阿玲生活过得很辛苦 还有在社福团体的陪读班中 阿玲感受到老师陪伴的爱 除了功课慢慢进步 人也变得开朗 还立志当消防员救人 社福团体根据资助的两千多名 若是儿少进行调查 发现接近四成五的儿少 需要依靠外界援助 近四分之一的儿少家庭 有打零工负债酗酒等的特殊情况 很多的孩子他来陪读班 几乎是三年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都在陪读班里面成长 所以陪读班就成为他另外一个家 事实上许多偏乡 因为学习资源不足 社福团体或地方善心人士 会出资设立陪读班 帮忙需要帮助的儿少学童 不过云林口湖的科僚学堂上个月底 疑似因为电线走火失火 导致学堂的设备复制移聚 面对助隆大伙 学堂目前先做空间整理 也希望有更多资源帮忙 赶在九月开学前重新整修完工 让学童的陪读陪伴 能快点回到正轨 记得陈嘉欣 藏家 王维雄 综合报道 上个月底台中发生了两起枪击案 治案问题引发各界关注 昨天凌晨清水出现了25个人街头乱斗 疑似为了劳资纠纷 聚重斗殴 其中有一名少年被刀蟹刺重 伤重不治 另外有五个人受伤送医 警方出动了快打部队到现场压制 全案是依照伤害致死等罪嫌移送法本 双方人马凌晨五点在街头相约谈判 没想到一言不合开始呛瞎 随即上演全武行 台中市清水区二号发生一起聚众斗殴案 警方表示双方为劳资纠纷 卸信雇主与耿信离职员工分别带人到现场撞声室 各自持有刀蟹棍棒 最后形成二十五人大乱斗 其中一名十八岁成姓男子拿出折叠刀 刺死一名十七岁灵性少年 另有五人受伤送医 警方获报出动快打部队 全数逮捕带回警局 附近居民无奈表示 当地治安不佳 常有人聚众闹事 警方讯后将死者以外的二十四人 依涉嫌伤害致死与聚众斗殴罪 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不过台中市府才因为近期的两起枪击案 宣示要强化治安作为 现在却又发生斗殴致死案件 让不少市民对台中治安仍有存疑 陪洛西访台 根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外交部奉命 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的抗议 今年八十二岁的陪洛西 近来成为两岸备受关注的焦点 他已对中国强硬的立场 开启他的政治生涯 长期关注包括六四天安门事件 香港 新疆以及西藏等中国人权议题 在三十多年的从政路上 始终保持信念 今年八十二岁的美国众议院 议长裴洛西 从参政初期 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严厉批判者 裴洛西自一九八七年起 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 根据BBC报道 一九九一年天安门事件 两年后 他亲自前往天安门广场 和同僚向临难者致议 中国警方发现后 将裴洛西等议员赶出广场 同年他提出美中法 要求中国改善人权 否则取消对中国的罪惠国待遇 当时法案已通过参众两院 后来老布希动用否决权 才落空 二零一九年九月 反送中示威后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 前往美国国会参与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听证会 当时裴洛西大表支持 还邀请港人出席共同记者会 同时他也关切新疆和西藏人权 除了多次强调美国有义务关注 维吾尔人在教育营议题 领导众议院通过 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之外 也出席今年六月 世界国会议员西藏大会 表达支持西藏人民 故事新闻网亚方编译 美国总统拜登一号发表演说 证实急避盖达组织首脑扎瓦西里 现年七十一岁的扎瓦西里 被视为宾拉登的接班人 二零零一年的九一一恐攻 就是两个人所主导 拜登指出 上周日 美国中情局的无人机 成功在阿富汗境内 击毙了扎瓦西里 没有造成平民伤亡 也强调正义获得生长 美国反恐传出重大斩获 美国总统拜登证实 盖达组织首脑扎瓦西里 在中情局的无人机攻击中 遭到击毙 这也是相隔十一年 美国再度击毙盖达组织领导人 现年七十一岁的扎瓦西里 原本是埃及的眼科医生 一手创办埃及的伊斯兰激进民兵 组织 后来他成为 宾拉登的左右手与智囊 盖达组织两千零一年 在美国发动九一一恐怖攻击 外界认为扎瓦西里 在幕后策划操刀 此外包括一九九八年 美军科尔号的军舰恐攻案 和美国驻肯亚使馆炸弹恐攻 他也都有参与策划 宾拉登死后 扎瓦西里接下 盖达组织领导位置 美国悬赏两千五百万美元 通弃他死活不拘 Salaamunalaykum Wantum tulakkinuun al bağı albhalima al khaina al ghadir durusanfi mukaawmatih womukaawmatih zulmih wafsadih wakiyanatih wurofi lalistikvare alaamiy 由於 爪瓦西里是在阿富汗首都 喀布爾遭到擊斃 引發外界質疑 塔利班是否為他提供庇護 塔利班政府發言人穆賈希德 證實無人機攻擊事件 並強烈譴責違反國際原則 不過拜登則強調 美國有決心追棄恐怖分子 公視新聞政委人編譯 喉豆在全球病例激增 美國已經有五千八百個人感染 加州 伊利諾州跟紐約州 都已經先後宣布進入公衛緊急狀態 至於印度則是出現了第一起確診死亡的病例 成為了亞洲首例 也是繼巴西西班牙之後 非洲以外國家的第四例 印度出現的第一宗喉豆死亡病例 年僅二十二歲 七月二十一號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返回印度克拉拉省與家人同住 六天後發燒暈眩送醫三十號不治 檢體驗出喉豆確診 跟他有密切接觸的二十人都在隔離觀察 當地媒體報導患者早在十九號回國前 就驗出感染喉豆 卻隱瞞不報 可能因為延誤就醫才致死 今年五月以來 喉豆已經蔓延全球八十國 感染兩萬兩千人 死亡病例主要集中在非洲的 奈吉利亞跟鋼果累計七十五人 而美國四十八個州加上華府 波多黎各已經有五千八百人確診 病例數第二與第三高的加州 伊利諾州一號都宣布進入 公衛緊急狀態 此前病例數最高的紐約州 以及紐約市跟舊金山兩大都會 也都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令人擔憂的是 即上個月通報兩名兒童確診後 印第安納州又傳出兩起兒童病例 喉豆病毒是透過長時間密切 皮膚接觸與共用床單 衣物傳播 在歐洲北美主要的病例 為男男性行為者 但衛生官員強調任何人都可能感染 而基因疫苗成為對抗 喉豆散布的關鍵 西方國家積極訂購 舊金山與倫敦的診所外 都出現大排長龍接種的場面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 除了臺灣上百家食品業者遭列入禁止進口名單之外 農委會也證實是以水產品 茶葉蜂蜜等產業為主 如果產業受到衝擊 農委會表示將會研拟相關的措施來協助業者 在中國海關總署網頁查詢註冊訊息 可見臺灣企業有的狀態有效 有的暫停進口 水產工業同業公會指出 84家會員一半遭暫停進口 先前對岸通知6月30號前要更新註冊完成補件 但會員不太清楚 現在是補件未完成 或是完成補件後被退件 仍在設法釐清 工會表示有會員對突如其來的暫停輸入 措手不及 目前先專注於完備程序 而名單中也有為數不少的漁船 暫停進口對漁民生計衝擊有多大 其中琉球區漁會表示 確切情況待官方調查 是否因為美國眾議院長裴洛西即將到訪 中國再對臺灣農產品出手禁運 農委會表示眼前先輔導業者完成註冊 中國去年要求全世界書中的食品企業皆需申請註冊 期限到六月底 農委會指出以協助水產品茶葉蜂蜜等產業配合辦理 若此次有衝擊會掩擬措施來因應 而臺灣養蜂協會指出國產蜂蜜產量有限 主要自產自銷初步未見影響 記者 美傳博裕臺北報導 勞動部公布 今年上半年勞動基金積受累積虧損高達了四千四百五十五點九億元 六月單月就虧損了超過兩千一百四十四億元 也是歷來的第二高 對此勞動部強調 受到了全球疫情再起 以及俄烏戰爭衝擊到全球股市 未來下半年雖然還是有不確定性 可是應該會有慢慢回升的可能 近半年來全球股市一直呈現震盪的情況 連帶影響到勞動基金的投資情況 勞動部一號公布勞動基金 今年上半年的投資情況 累計虧損高達四千四百五十五點九億 六月單月虧損超過兩千一百四十四億元 尤其勞保基金上半年就虧損了七百二十七億 會嚇到 因為這麼大的金額 不可能就是會突然出現在這邊 所以感覺會很可怕 不少民眾聽到勞動基金虧損的數字 都覺得很驚訝 認為政府投資不利 對此勞動部強調 受到全球疫情再起 以及烏二戰爭 衝擊全球供應鏈 加速通過膨脹下 連鎖衝擊全球股市 導致震盪下跌超過兩成 勞動部強調 未來下半年雖然能有不確定性 可是應該會有慢慢回升的可能 至於新制勞退基金部分 因為投資收益會有兩年期定存的最低保證收益 不會因為短期損失 讓勞退金縮水 以高雄市中正國小為主體組成的高雄市哨棒隊 前進二零二二美國小馬聯盟主辦的世界哨棒錦標賽 一路闖進了冠軍站 很可惜布迪加州普拉森隊 四比十一拿下了亞軍 同時間桃園平鎮高中棒球隊 征戰小馬聯盟帕馬級世界青棒錦標賽 以五比零立刻地主德州拉磊多隊用奪冠軍 筆電接上電視大一幕 高雄市中正國小哨棒隊球員的家人們 在自宅客廳看直播 為正在美國小馬聯盟 拼佔哨棒冠軍的小球員們打氣 家長們看的畫面其實是一同前往美國 學校主任以手機架設在本壘後方所拍攝 而且主任還身兼轉播員講解賽況 高雄市哨棒隊在冠軍站遭遇美國加州普拉森隊 陷入苦戰 普拉森隊在三局上灌入四分 先發投手蘇子敬也被打下場 而奮戰到最終局四比十一輸球 榮獲亞軍 擔任領隊的中正國小校長 吳宣明賽後表示 未如預期拿到冠軍有些遺憾 但覺得很努力了 同時間桃園平鎮高中棒球隊闖進小馬聯盟帕馬級世界輕棒錦標賽冠軍戰 五比零立刻地主德州拉雷多隊 勇奪冠軍完成三連霸 雖然小馬聯盟賽事與世界排名積分無赦 但臺灣三級棒球的實力無庸置疑 記者曉惠沈志明綜合報導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臺灣美術雙年展 今年十一月將迎接第八屆的盛世 這一回展出將會邀請三十多組的藝術家和團隊 經由技術 主體性 原名性等議題來進行創作 希望能夠呈現關於臺灣藝術的多元形式 多重線條的交織 纏綿 像蜘蛛網 也像是網路連結 這是二零二二年臺灣美術雙年展的主視覺意象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臺灣美術雙年展 今年十一月五號將會在國立臺灣美術館登場 這一回邀請到三十多組的藝術家和團隊 以問世間情不為何物發想 進行世間以及神聖 人和非人等探討 再重新看待這一片土地 以及土地上的人 藝術家們將會以表演 行為 裝置 舞蹈等多元的藝術方式 把國美館從典型的展示空間 轉化成一個實驗平臺 希望可以把臺灣豐富 而且具備多元跨領域元素的藝術形態 完全地展現出來 現在是綠島旅遊旺季 綠島唯一一條環島公路 有一段馬蹄橋路段 經常傳出落實的情況 但是鄉公所卻沒有能力維修 而且橋本身也需要重建 縣府希望中央能夠增加經費 協助改善 一邊是海 一邊是山壁 綠島的這個觀光景點是環島公路的馬蹄橋 經常有遊客會到這裡停留看海拍照 不過這裡也是危險地區 鄉公所設立了注意落實的告示牌 因為這個景點的山壁風化嚴重 經常傳出落實 甚至還曾經砸傷遊客和民眾 靠近山壁的道路已經封閉了一半 非常漂亮的風景的地方 那很多人會住主 會停留 會拍照 那勢必會造成很不可預測的危險 謝乾鈺說 馬蹄橋的山壁落實 目前的工坊只能用掛網 來防護石頭掉下來 可是效果不是很好 大大小小的落實還是掉落一地 在這兩三年我給它觀察 效果不髒 它還是會掉 那掉的原因 可能就是在最上面那個直批的 原則上在目前來講 我們會盡量用復覽方式 把對那個山壁的落實的影響 減到最少 憲夫表示 馬蹄橋不只有山壁落實的問題 還有橋樑也需要重建 但離島地區施工困難 兼費也較高 希望中央能多增加經費協助改善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 中國第一部規範無人自駕車的法規 一號在深圳上路 獲得許可的業者 可以在特定區域提供服務 但在初期 車上還是配備有安全駕駛員 無人駕駛的計程車 在深圳街頭穿梭 副駕駛座位上仍坐有安全駕駛員 萬一發生狀況 他可以踩刹車 近來有不少中國業者 在深圳測試自駕車 包括阿里巴巴投資的圓融企行 百度河做夥伴 惠爾智能等等 深圳當局也領先全國 在上個月通過自駕相關法規 8月1號新法正式起跑 允許登記許可的業者 在市區更廣泛的區域營運 自駕業者表示中國擁有製造成本低廉的優勢 因此發展自駕載人或送貨的潛力不可小覷 深圳新法規定自駕車輛駕駛座可以無人操控 但車內仍須有安全駕駛員 萬一發生事故 應有安全駕駛員負起相關責任 如果車內沒有配置安全駕駛員 將由車輛所屬公司負責 業者坦承 新法上路後 事故發生的機率可能提高 未來一旦全面開放營運 可能需要更多規範 此外自駕產業目前在中國的獲利有限 部分業者已經放眼國際市場 不過在此之前 自駕車輛在中國實施成效如何 仍有待檢驗 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各地的天氣預報資料 旁盧攝影 继续来看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